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戰勝華街 我是齊羽 今天大盤再一次的下跌 其中的原因 當然不是像大家想說 這個生息這麼簡單 我知道剛剛可能 有很多人跟你講 這一切都是生息造成的 待會兒我們會把這個大盤 最主要下跌的原因 來跟大家做說明 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加入 七元的88168VIP 賴好友 加入好友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的現在手中的股票 如果有一些是套牢的 如何全身而退 七元這邊一定可以帶你 把這些股票全身而退 加入88168VIP 好 那我們首先來看 在今天的新聞當中 我覺得會影響到 台股修正的這個原因 來自於葉倫 葉倫之前 以前他是這個原準會主席 他在過去的時候 其實也在這個財經界 算是非常有名的 他是著名的這個小白鴿 也就是說他是屬於鴿派的 言論比較多 當然就是 財政部長之後的角度就不一樣了 他今天講的一個事情就是說 台灣成為全球先進半導體的唯一來源 他認為這個已經構成國安風險 當然看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並不意外 因為我是八月份上中市 我在先前三月份四月份的時候 其實我就已經在我的YT的頻道上 YouTube的頻道上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 台積電對美國來講的 他有可能會構成國安風險 最主要原因不是他不好 而是他太好了 好到只有他一家沒有第二家 我們知道其實在品牌大廠蘋果 他們在選擇供應商的時候 他不會只選一家 比如說做鏡片的 可能有台廠的 可能有入廠的 他會選擇兩到三家的供應鏈 最主要是擔心說 如果萬一你的供應鏈出狀況 我還是要如期出貨 所以這個是可選擇性的公司多 這才會有供應鏈的安全 在我們的所謂商業經營上 也是這個論調 所以當你看到半導體的時候 的確是贏者全納的一個產業 他今天在這個地方做得很好 對於其他外國人來講 他會認為這個有國安風險 所以當然這句話出來會影響到什麼 影響到直接影響到 我們的加權指數的表現 今天下跌166點 而且他盤中是早盤的時候 一度拉到將近塊平盤附近 然後就一路慢慢的往下殺 往下頂 如果說我們從指數的位置來看 指數已經完全跌破了9月的新低點 離我們所謂的官房線其實也不遠 有些人講的是這一根 有的人講的是這一根 當然這個我認為只要前低跌破 都不是好事 都不是好事 那很可惜 如果說今天可以開根紅棒上去的話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會比較熱觀 因為葉倫的一句話 導致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 另外 OTC也是跌破季線 比較大的差別是 OTC的季線其實相對是比大盤強 這是比較大的特別的地方 究竟葉倫這句話會有什麼結果 第一個就是 我認為美國可能開始會做一件事情 把一些成熟的製程 拉回到美國製造 這個也是過去台積電 去美國設廠的原因 因為在地製造這件事情 一直是美國他們在競選的時候的口號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我認為是有影響的 當然升息也是會有一些因素 升息這件事情 其實對於公司跟股市來講 甚至是所有固定收益的這些東西 都有很大的影響 今天我在來上節目的過程當中 我在我的LINE裡面 有一個好友 我在跟他聊他的股票 我就問他說你現在的股票有套牢的嗎 他說有 那我說有超過 下跌的損失有超過兩成嗎 因為我問他有沒有套牢 套牢一定是賠錢 他說有 超過兩成 損失多少 50萬 這是大部分股民現在面對到的狀況 所以如果說你手上的股票 已經賠超過這個金額了 那我真的覺得你應該去正視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真的對你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這不是單單的選股的問題而已 它包含了很多包括你的心理層面 很多人是跌到兩成之後是不會去看 但是問題並不會消失 問題並不會消失 所以我今天會跟大家講一件事就是說 不管是什麼樣的股票 你一開始的時候你在買它的時候 你不管你了不了解它 你一定要設好停損點 超過兩成之後很多人不看了 接下來不會停止 可能是到三成甚至到四成 等到你提到四成的時候 一百萬剩下60萬的時候 你怎麼去面對這些股票 不知道怎麼面對 可是損失的不都是你的錢嗎 所以我今天跟他聊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他對情景還是會有一點點擔憂 我的看法是這樣 第一件事情你必須要先思考 到底你的手中的持股 你要不要做整理 因為有的是有機會往上走 有的是完全沒機會 完全沒機會 就像我昨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講 有一個朋友他買國具是買在700多塊 到現在還沒賣 因為每一次的反彈都回不到他的成本 那他怎麼賣 所以當你面對到這種情況 只要跌超過四成的投資人 你未來會面對到 就是如同這一個朋友一樣 從700跌下來的國具 他完全沒辦法賣 當時他為什麼買國具這件事情 我們已經不用去追究了 重點是你現在怎麼處理你手中的股票 所以我講到這邊就是說 當你現在手中的持股 跌幅超過三成 100萬賠了30萬 200萬賠了60萬 假設你有這樣的狀況 你先加入88168VIP 讓我幫你看看你的持股狀況 讓我看看你的持股 你的股票到底他未來的產業前景 跟個股的評量有什麼樣的狀況 要不要保 我給你建議 我希望我今天在電視面前 來這樣的一個動作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 真的去把這個股票的問題好好想一想 現在市場上說的是 11月份如果再升息怎麼辦 如果你的股票沒有調整 舊主流持續的往下修正 舊的股票往下修正 他今天這個好友他的股票是資源 資源過去也是很紅 但是一路跌下來 跌到他真的已經是完全不想去面對 各位投資朋友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如果你手中的股票不斷的修正的時候 有一天當你回過頭看的時候 他已經跌到你已經完全沒有辦法 你完全不敢相信的程度的時候 你再回過頭看看我今天講的這句話 如果可以早一點動作 我從8月中旬就跟大家講 一直講到現在 如果你可以早一點動作 或許你今天的情況會完全改變 因為在這樣的股市當中 還是有股票創新高 還是有股票漲 還是有股票漲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特別提一下這個所謂的 癌症用藥的規模 今天北極星跌停 當然這個很多麥芽出來 好 為什麼會跌停這件事情 來跟大家說明 在所有的癌症市場用藥的規模來講 其實到2030年會有24444而已 但是肺健皮癌在這個所謂的比例當中 算是比較小 這個是大部分我們台灣人的肺癌的類型 大部分是非小細胞癌 這比較多 小細胞癌大概占15個百分比 所以你看到肩皮癌這個比例 相對於整個市場來講 它並不是屬於一個很大的群眾 也代表說它的市場性跟合一是不同的 那為什麼我提到合一 因為合一的市場規模是比較大的 我們就中國的資料來看 到2030年的時候 其實它的這個人口還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市場規模不一樣 它個股的表現當然也會有所不同 今天事情也打到疊鐵 我要跟大家強調的就是說 不是每一支股票都能守住月線 不是每一支股票到月線就會有買盤 它後面圍繞的不是它這個技術面而已 這個技術面大家看線縮線大家都會講 但問題是什麼 它背後的基本面是什麼 背後的基本面才是關鍵的重點 這就是我不斷在電視上跟大家講說 你的背後的基本面很重要 背後的基本面非常重要 因為它會決定你的股票會走多遠 這個才是真正的關鍵 這個才是真正的關鍵 我認為你的股票 理論上如果你真的要賺錢的股票 它是一開始你就要進去的 而不是在高檔震盪的時候 我們才去決定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觀念 好 我們話再說回來 加權指數今天是開低 然後開始慢慢的往下殺 早上我們做個動作 我的會員朋友都知道 我相信大家都有收到簡訊 早上我再出股票 早上我再出股票 我為什麼會出股票 是因為我下禮拜要佈局一檔新股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為什麼會出 在技術線型上 因為它短線的趨勢 它今天大盤直接開這個位置 我認為這個位置不對 我昨天跟大家講過 我希望明天可以開個紅K 如果明天開個紅K的話 我的操作可能會不一樣 今天如果開個紅K的話 我的操作也許會不一樣 但是它今天直接開低 大家記得我昨天講什麼嗎 我說如果今天可以開個紅棒往上的話 那我們短期的壓力就減少 但是它今天直接開低 我們看今天的加權指數這樣的走法 你可能比較沒有感覺 我的感覺是當這個K線出現的時候 它勢必往下走的力道出現的時候 代表今天的K棒 它可能是一根黑K是往下走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整個趨勢線型就完全改變 這個是我今天的動作 這個是我今天的動作 我所有的會員都可以來幫我做簽證 好 當然我們的週報當中 今天有一檔再度的突破 大盤今天跌了166點 我的週報裡面的股票 當然不是每一次都漲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我也不是每一次都買 因為我會看它的節奏 看股價波動的節奏 而決定我的進場率 所以一樣拿到股票的人 不見得每個人都賺得到錢 我們先看這個金香店 金香店今天大漲 漲7%多 金香店它並不是一支全值小的股票 我講的是市值 它不是一個市值非常小的股票 它在整個投資市場當中 也相對的有知名度 那為什麼今天它可以帶來大漲 而且在我所有的這些週報當中 也唯一的一檔就是PCB 就是金香店 沒有第二支 你可以說我運氣好 但是這個就是 我們團隊在選擇 個股最大的差異 那我不是跟你講我很厲害 而是我們很認真 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很認真 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股價會給我們回報 股價會給我們回報 另外我們看一下 無人機的雷虎 慢慢的大家都知道 這也是我在 先前就跟大家講的題材 台廠做無人機就只有雷虎 就只有它 今天是不是一根長紅 再創新高 來到 最高來到23.3 我們是這一天送資料 連續兩天 昨天漲天今天再創新高 這是我會員手中的股票 另外立凱也是 我在9月21號那一天的節目 我就有講燃油車 那立凱的題材是什麼 因為澳洲 已經核准它在澳洲 設立一個所謂電子材料廠 在磷酸鐵乙的這個 所謂的材料當中 很重要的有一些部分 可能它可以就澳洲來做取材 所以當它有這個材料廠 可以成立的時候 也代表它掌握了它的來源 這個來源 加上它本身電池的技術 就可以形成一個所謂 產業一條龍的製造模式 我可以控制成本 我可以控制價 這個就是今天我選立凱的原因 這個就是今天我選立凱的原因 那一樣是立凱 大家看 立凱今天出現一個很大很大的下影線 我這麼想好 一定有的拿到我的資料的時候 在這一天去追高 那追高的時候今天就殺下來 可能被迫停損 我在想這件事情 有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 但是在12點過後 殺到最低點之後 大家看這邊 90度的羊甲往上拉伸 90度的羊甲往上拉伸 所以進出點重不重要 進出點非常重要 關鍵的指令重不重要 關鍵的指令非常重要 有沒有人帶你去買 有沒有人耳提蔑蔑 或者是幫你看前看透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週報裡面很多股票我們都沒買 因為我認為時間還沒到 所以我說關鍵的買點很重要 關鍵的指令更重要 這個是我在週報上 我要呈現給大家的一個概念 所以你看到像立凱 這麼的一個震盪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在股市裡面 不是只有立凱會這樣 大的股票一樣也是這樣 以前像航運股也是這樣 以前像台積電也是這樣 台積電在2020年的時候 我記得是3月份的 好像是19號那一天 開盤直接往下殺 殺到8%都快跌停的時候 12點之後90度往上拉 台積電也這樣拉 所以你在股市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股票 它既然會砸 既然是一個標股 它勢必會洗盤 所以你在這個投資市場裡面 包括連台積電 包括連航運 包括像立凱這樣的股票 都會有這種甩轎的現象 那是不是更需要專業的人 帶著你前進的 現在投資朋友 你知不知道 立凱也好 雷虎也好 我們在送資料當下的時候 我們的會員都有經由 所以我在上禮拜跟大家講 你先來預約 我先帶你付局 你先來預約 我來帶你付局 我要給你的觀念就是 你不用去追他 如果說你今天拿到資料 去追到立凱 這一天追到立凱 因為拉得蠻快的 你可能追進去 你今天又被甩出去 你可能被甩出去的時候 可能心裡面一邊罵我 周老師送這個是什麼股票 結果當尾盤納上去的時候 你才發現 哇 老師你真的很厲害 你的股票真的很厲害 很強 這個就是我不斷在跟大家 講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一定要有專業的團隊來幫助你 就好像說你今天開一家公司 你要請的是一個專業的經理人 而不是只會看技術現行 完全不懂基本面的人 這個才是真正的關鍵 這個也是我在周報上想要給大家的 接下來大家注意挺好 我認為我的周報的股票都很好 買點是關鍵 買點是關鍵 所以你不知道怎麼操作的朋友 你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你直接跟上我的腳步 當我的會員我帶你忙 第二個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選擇 但每支股票的好壞程度不同 我希望如果你的股票當中 你的套牢的股票是很多 甚至已經跌超過三成的朋友 你的股票可以整理一下 我們慢慢的整理 我們慢慢的整理 整理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們做新的主流 做像利凱這樣的股票 做像雷虎這樣的股票 或者是像今天的金像店 你一定可以反敗為勝 一定可以反敗為勝 因為不是任何的情況都是百分之百 一定往那個路走 只要你當下願意踩剎車 你當下願意改變 你在新的主流上 一定會看到你的成果 一定會看到你的成果 我們待會先進一下廣告 下半場 我們有一檔 我們下禮拜即將佈局的股票 我會把基本面跟大家講 先進廣告 我們到節目現場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昨天我們在節目當中的雷虎 第一個就是雷虎 我們昨天其實你有看到我們的 有個會員的對話 他有買雷虎 雷虎他是開盤的時候就買20塊 到今天收盤是22.9 等於是一張2900塊的獲利 10張就有29000 這個是操作獲益的地方 我的會員都低於20元 因為我們佈局的算是比較早 搶先佈局 這是我在上禮拜跟大家講的 所以有來跟著我參加會員的朋友 都有買到雷虎的部分 雷虎今天創新高也是一樣 527的立凱也是 527的立凱 我們都在這兩根的成本以下 我們更早佈局 那為什麼要跟大家講提早佈局 來 大家看 在我上禮拜講的時候 都在52塊53塊附件 都在52塊53塊附件 就算你從這一根拿到之後 開始算好 如果你參加我的會員 如果你參加我的會員 一張立凱 我們假設他成本是55塊好了 到現在今天最高是65塊 收60 你幾乎一張賺快1萬 我們裡面有人買更低 一張賺超過1萬 那立凱這種股票通常是這樣 或許雷虎呢 一般人看到可能會買個10張20張 那資金多的可能買個30張 但是立凱不一樣 立凱我指令出去的時候 買10張20張得很多 各位那個張數跟那個價格是不同 買10張要50萬 20張要100萬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 今天收盤收多少 64塊1萬 64塊1萬 我們從分享的隔天開始算好 這一天的開盤價是 這天的開盤價是56塊 到今天收64塊 一張賺快1萬 一張賺快1萬 那實際上可以賺多少 50萬的資金你可以賺多少 你可以賺快10萬 所以我今天跟那個網友講 你賠了50萬 如果你上禮拜來找我 你今天不會賠到50萬 你可能上禮拜來找我的時候 你可能只賠30萬 那加上我叫你去做立凱這支股票的時候 你可能買下去 你可能買個10張 你知道一來一往差多少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要跟大家講 你一定要換股操作的 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這樣的方式才能夠幫你的 手裡面的股票反敗為勝 不然你怎麼反敗為勝 你只能一直抱一直套 你只能一直抱一直套 而且題材我在事情都有跟大家預告 無人機我不是跟大家講嗎 電磁材料我不是在跟大家說嗎 我要去鋪的這些路是什麼 我的周報裡面只有一檔是無人機 只有一檔是電磁材料沒有了 那為什麼我會在我節目之前先講 我在21號我在20號的時候 就跟大家講無人機 跟大家講電動車的材料這些 我講的是什麼 我就是事先預告 我就是事先預告 所以你如果當時候聽我的話 你來做這件事情 你不但少賠二三十萬 你甚至還可以再多賺 少賠價多賺這些錢 一來一往差多少 這個不就是財富重分配的道理嗎 這個不就是財富重分配的道理嗎 難道這幾十萬不是錢嗎 難道這幾十萬不是錢嗎 好我們最後來講一下這個 如果你錯過我們上一檔充電裝的題材 這一檔個股你不能錯過 法人的庫存持續增加 大家聽好 有一個特定分點持續收穫在這裡 我給大家看 特定分點持續收穫 持續收穫 各期均線陸續翻搖 千張大戶持續買超移基 這個是公司派 這個是公司派 看好自己家公司的股票 逆勢增量向上 真的壓不住 這邊就是量能升溫 我跟大家講 下禮拜真的跌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絕對定進場 你想做這支股票 跟上我的腳步 88168BIP 我帶你翻轉財富 改變人生 謝謝大家收看 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